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会在三月份进行 所以说今天登场的这两位棋手 那可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顶尖高手 那这盘棋也是两个人在第八届无锡微服防开杯中下出来的 好 下面我们就静下心来 欣赏明局吧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有我和王老师为您讲解一盘 第八届无锡微服防开杯八强战的一盘对局 对阵的双方呢 分别是周睿洋五段和范廷玉三段 那么这两位年轻的小将呢 他们同时也是近年来的风云人物 同时呢 也是队友 所以互相呢 肯定是非常了解的 那么这盘对局呢 非常精彩 期间呢 大砍大杀 这好几个地方呢 让我们流连忘返 好 但王老师我们是不是来欣赏这盘对局 对对对 很好啊 因为我们现在广大企业也知道 一说到职业围棋呢 我们大家有个共识就叫厚身口味 对 这些年轻棋手非常厉害 他们两位呢 刚才主持人也给大家做了介绍 都是世界冠军级的高手 实际上现在我们算是 也算是回顾 这个龙年之前的棋局啊 就龙年的棋局嘛 进入十年之后呢 它有别的故事了 没错 周睿洋实际上现在是世界冠军 他这个段位现在已经是九段了 但是我们今天呢算回顾 所以当时它是五段 是这样的 两位非常好 我们一边看棋一边聊天 就是厚身口味 棋盘上的故事 另外这一局棋呢 它还有一点 就是说别的有意思的内容 简单概括呢 可以说有三次战役 有三大战役 这盘棋三大战役 看来这盘棋杀得很过瘾 杀得很精彩 三次战役 之前呢很快会出现一个 我想要隆重给大家介绍 议论一下的一个话题 我们现在接着往下看 黑棋 小木 对 范廷玉 若冠都不到 算少年棋手 周睿洋呢是算 这个年轻棋手 对 因为他还不到二十岁 九六年出生的 到一三年的话才只有十七岁 对 真太小了实在是 九五五后起手 对 居然这么厉害 太强大了 这个叫金飞锡笔 而且他已经在殷实杯当中 杀入决赛 杀入决赛 对 好 我们看 可以去挂这个 开始这一招法呢 倒是 我正想说开始这一招法都很简单 但我突然一想 他们很快就吓出另外一种复杂 这个复杂呢 不是说让你一秒钟就要算出 这个数学上非常复杂的什么平方立方这些问题 它是另外一种复杂 非常拐弯 我们接着看吧 黑棋下一招 在白棋加工的时候拖三三 拖这个 对 然后白棋呢 白棋下一招 这个是第一个话题 直接拆了 对 他没有斑脚 对 这招棋是说来话长 一言难尽 要说他的名字呢 是张徐九段 就是我们这个中和台北到日本去 从小去学棋 后来参霸日本棋界的张徐 他现在这个霸主地位呢 稍微有些动摇 但是在大概五六年这个时间以内 他在日本夺了很多冠军 张徐的号称是世界上奖金收入最高的围棋手 对 因为日本棋赛的奖金非常的高 所以他只要能拿到三个重大比赛的其中之一这个头衔 再加上他在别的比赛当中也有所斩获的话 那他的奖金牌位就一下子上去了 就这意思啊 总之是日本一位 从这个怎么说呢 在棋上风格比较独特的成绩很好的一位 他呢 率先开发的这个下法 这个下法呢 至今我也没有完全懂 但是呢 我也不能一轮太多啊 现在我们年轻棋手下这个呢 也比较多 从最早有这招棋到现在 我估计八年已经过去了 八年 差不多有了 八年差不多有了啊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着呢 双方又下出了这个变化当中的新型 黑棋点 保留变化 这招棋呢 我觉得是给大家介绍是既可以最朴实的下这个 是不是啊 也可以熟一点先尖顶这个再搬这个 嗯 这两种下法呢 都是把脚上的实地和眼位保住 对 同时呢 他们现在高手他有些时候非常勤于研究 也可以说是好事者 好事者 所以呢 他就下出了先点 希望你下了这个之后 他再来搬 是吧 这个棋型你就更难受了 对 白棋呢 当然相应的就选择了这个搬 由此双方就下出一个全新的定型 嗯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你既然搬 我就把这个 他就一定要下去 把你先穿断 穿断 穿断 白棋下一章呢 又企图要紧紧地咬住黑棋 如果不咬住 他就是暴死 他如果暴死的话呢 黑棋必然要加下去吧 嗯 可能是会加吧 就是由于会加吧 还是会加 大概会加 就切断 就切断或者 所以他紧紧地咬住你 就是腥味顶 那虽然你要走这个 他就搬过 是 那这个太愉快了 所以黑棋必然不会让他这么 舒服地搬过 对 他应该考虑 假如说拉回来怎么样 拉回来 他是不是咔嚓呢 拉回来他是不是就咔嚓了 就是这个变化 黑棋 有点凶多吉少 因为人家这个栈上 这有度过 是是是 来给大家看看 你脚上是可以搬 接上 但是他下一步这个搬过 非常醒目 黑棋搬这个 他接上 那么接下来他要怎么办呢 不走到这儿一溺死了 对 他即使打吃也不行 打吃外边又有个夹死 还跟这个针子还没关系 直接就夹死了 你打吃 夹 要么这儿搬过 在脚上一般收起 是 黑棋总是差一点 不行 所以黑棋这个拉回来不行 拉回来不行 这个范廷玉就有个变通的方式 接着他就尖顶 尖顶这儿 他们就下得非常有趣 是的 接着往下看 我们先把这个结果摆出来 然后我再给大家聊一个话题 黑棋把这个爬回来 爬回来 白棋当然这个必须要搬断 周瑞阳 周瑞阳下这个变化也不是随便下的 他肯定是之前已经早就有很多事件和研究 那么范廷玉下一招 黑棋断 这个长手 白棋当然就必须要吃外头 你不能吃里头 吃里头被人断打 把这个子蒸死了 对 这叫吃里 你吃里头 人家就把外边给你爬掉 一打蒸掉了 他一吃 黑棋又不能要了 黑棋 他就把这个藏出来 最终双方形成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 达成协议 带来一个话题 非常有意思 我想先问小秋 你觉得谁好 这个变化 我很难判断 我想他们两个既然都下成了这个变化的话 应该说这个结果双方还是能够接受的 应该不会有一方说大差的 如果大差的话 不至于下成这样 是 然后呢 因为今天这盘棋呢 我们专门挑出来做介绍 一个是这两位都是年轻的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级的棋手 他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他呢 在硬实杯当中 现在一比一还差一点 对 所以两位年轻棋手都很好 都很有话题 第二一个呢 就是因为这盘棋 它非常好 有三大战役 待会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这盘棋的意思就好了 然后呢 第三一个 就是现在要给大家聊的 就是围棋当中 我们分析棋力啊 它有一个手法 叫解剖 那么待会我就给大家解剖一下 我刚才问了邱丹云了 他说应该差不多 广大的棋友 你们觉得怎么样 看你这个棋心 可能觉得无从判断 然后我待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围棋 它这个手法上有一个解剖 类似于典故当中的包丁解牛 是不是啊 在过去呢 日本术语上叫手歌 手歌 手歌 比较容易听懂的 对 实际上它的手歌这两个汉字呢 也就手嘛是棋子 对 歌嘛就是分析 分析 所以也可以说呢 它就是一种分析判断的方式 挺有意思的 那么王老师 这个手歌是怎么歌的呢 我们这样歌 我把它全部拿下来 把所有的棋子全部拿下来 这样呢 因为我以前接触有些 咱们业余维棋爱好者 他们这个对于手歌的这个理解偏了 它想成别的一种什么 其实呢就是一个手术 就是一个解剖手术 我们现在来看 假设这篇棋是这样的 一 它就是把手术给倒过来一下 对把它一招一招的给它解剖 这个分析判断的一个方法 假设黑棋第三招走这个 很正常 接着白棋肩冲 肩冲这个 对 然后黑棋往这边爬 这是三三定势 这边 这边 白棋再长 我们假设这个开局是这样的 那黑棋飞 这是三三定势 白棋在飞 在拐 黑棋再飞起来 白棋在拆三 是这样割 黑棋再站这个脚 我刚才还在想 王老师这个割 到底是什么个割 我们这样来割 还有呢 假设下成这样小球 我们来分析 发现白棋立刻去 尖冲三三 就黑棋站三三是无辜的 对 而且我还是跟我们广大棋 有交流 我大胆地预测 再过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盘上的三三布局会多起来 因为现在大家是满世界 找不着三三 但是我预测大概五年左右 围棋盘上的三三 就会开始流行 重新流行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 我们可以打一个勾 行 黑棋走三三是无辜的 白棋马上尖冲三三 马上把这个定势下完 小球 不能说白棋很好吧 对 你不能说他不好 但是他至少没有那么好吧 因为现在看起来 黑棋 这还有个空角 这两手棋摆得很好 本来平行平布局 应该一人占两个脚 但是现在这个脚是黑棋的 然后把头抬起来了 这个交换无论如何 黑棋没有亏的道理 对 然后这边又抢到了 所以我还是比较赞着黑棋一点 比较赞着黑棋 白棋步调慢 左上角是定势 它不亏 但是步调慢 是 这第一印象 第二印象 我们突然发现白棋冲了一个 这个冲好像有点亏 请球带云来评价一下 这个冲 怎么都不像好棋 这是帮人家走棋的 对 这个束手 大束手 因为人家将来根据情况可以走这个 这边有指 你如果要退 它拉回来一冲一点一跳 你这块现在没活呢 对 这一冲把人家冲活了 所以这一刀去至少损一个结材 然后损掉一些变化 下一步二二段 你觉得怎么样 狂损 如果说这个冲损的有限的话 那这个损的有点猛 损的有点猛 对 因为这个不单是棺子损了 还损眼 对 有可能跟外面有关系 如果挡住它的脚本来是不活的 对 这个摆给大家看看 这个作为基本的死活 假如是这样的话 它一点 如果外边够厚的话一跳 你只有一个后手眼 局部是个死骑 但是需要外边一些条件 对 可是这一招一走完没有了吧 第三个 它后来这又点了一下 这又损了 这又损损 对不对 这好像每步骑的狂损 对 整个这个结构 第一个战略配置上摆起不太好 这是第一个损 第二个它冲具体的损 第三个这个段 大损 第四个外边这个点 狂损 都损了 一个比 优势处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个地方它等于就是立二拆三 后来我们把这个旗形稍微改一下 觉得你改成什么呢 你改成这样 就是这有 白旗有三个子 但是这里头黑旗也有两个子被它吃掉了 对 黑旗有两个子被它吃掉 就这被拔一个 这被拔一个 就意味着在原来是拆三的情况下 白旗还要再加两个子 对 指数才平衡 才等于是下成这样了 所以最终发现 经过解剖 经过解剖 发现整个左边这个你可以把它模模糊糊想成白旗是立二拆三这个形状 是不是 然后上边就是这个三三定式的变化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第一个结论是白旗大损 总的结论是白旗大损 因为它这个招数是一样 但白旗也有一个好处 它这个比刚才那个立二拆三要厚一些 确实厚一些 是的 但是它这个好处又不是十全十美的好处 因为一旦左边有什么可能 黑旗本来它拆不了到它现在可以拆二了 某一种情况下 是不是 如果你这个子在这它不是还拆不了吗 我们假设这两个子是这样的 它这个间隔现在比刚才拆三的时候要远了 是不是 你比方说这样 间隔远了 你假设这样 你黑旗在这放一个 是不是你必须要立而拆而逼住 把这些所有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就叫解剖 手术解剖 刚才我们解剖发现白旗大损 总的来说 那么解剖了之后 我们再通过这个解剖来理出头绪 为以下的行期寻找一些依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范廷玉 他下的非常有个性之后 但是是不是非常明智 就不一定了 不知道 就不知道了 这个叫做解剖 希望今天给大家一讲 大家就有点像 看你这个期他是怎么解剖的 原来是这样 好了 这个话题就到这了 我们接着看实战 现在白旗手脚 白旗要手脚 这个不能下别的大场 左边被他从容一划开 这个外视不起作用就不行 对 黑旗呢 下一招 拆这 拆这 这个也是对的 但是黑旗从这招旗开始 他如果心中对这个变化有素的话 他就发现我现在的当务之急 我只需要使白旗这个外视 不能够充分的超出 他原来应该有的 那种潜力的 发挥作用的话 就一定 行事是一定是我好 应该很好 能量守恒嘛 因为刚才你已经都拒亏了嘛 那么如果说王老师他拆的话 如果假如说要限制他模样发展 他是不是考虑拆 原料 这样 对 因为黑旗这边也很搭 黑旗这边也很搭 对 我觉得这个拆是不错的 可以的 但是如果要把鸡蛋竖在桌子上的话 这个就是 瘦鸡蛋 直接说让他不要发挥作用就行 直接兼从他五位脚 对 你看 可以说你兼从你这一块脚 比我这个空稍微大一点 但我这边还有两只空脚 对 而且我这个之间还有配合 是 总的来说 这个是直接了当的 但是这个也没什么错 我们之后可以看到 这范廷玉和周瑞扬 他们是怎么较劲的 但是我们也要了解一些 这个盘上因素 就是你有的时候棋局是可以分析的 是吧 这盘棋因为有三大战役 所以基本上要定个题目 可以叫做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问题 可以定成这个题目 行我们接着看 白旗下一条走这个 白旗他就是要以自己的 这个后市为基点 然后发展出去 拼命扩张 对 如果说只是拼命去守守控什么 因为上方黑旗这条边 跟这条边都很广阔 你无论从哪边挂 你都觉得不够满意 所以白旗要扩张 对 黑旗下一招手脚 这个是没问题的 好旗 周瑞扬当然要扩张左边 这个飞压是不错的一招 那么下一步照着 因为白旗已经出具规模了 左边模样 所以黑旗要抓住这一盘旗的主要矛盾的话 同时对这个解剖心中有数的话 那么他现在呢 一步一步应该做的事就是直接了当的要破坏他的潜力了 那您还是刚才那招吗 这招呢 因为这有指了就不一样 那你就换一招 下去一点 因为他这个他总不能这样就把我吃了 这个就要吃人太过分了 那么你正常是扳 他就退 那么下一步你是接还是立 我也不知道 应该立 立目数更好 因为你如果一接的话 他就拆个一就行了 你只有这个二提角才能威胁他 给大家摆个视约图 这个活动好像很舒展 倒也不一定 但是至少不容易死 对 已经大踏步往前跑出去了 当然可以拆一拆二也行 所以他这个骑大概会立 立下去 你就最熟的拐 长 下一步走这些是可以的 看不清楚你就走这个 等他走完这个压完了就赶快又跑 先把头先跑出去 对 就这个意思 无论你走这个还是走这个 我就先跑 这个骑长一尺 无眼自活 这样是比较平衡中庸的下法 对 等于这个所谓平衡中庸 小球在围棋上是这样 我们大家也知道 就是如果你一个地方做了投资 就黑棋在有一个地方做了投资 它非常厚 但是空差一点 那么接下来白棋应该做的事 就是要平衡你这个东西 我在别的地方 我捞实地就要悠着点 不要捞得太狠了 这样水土流失就很严重 对 主要是要保持空和室之间的平衡 平衡 就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但是现在棋非常自由 对 他有些棋手不要这个平衡感 他就要什么都是他的 什么都是我的 都全是我的 我要有空 后市和空全都是我的 这个也可以 太黑了 这个要靠什么呢 就要靠他本身的实力 对 和对方实力 对方实力如果不够的话 他也行 他这个就叫欺负人 对 他这个就叫欺负人 所以这个就是围棋盘上的故事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 就是如果我们一上来出现一个新型 经过解剖 我能够了解他大致上的一些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下棋 我就叫有章可循 我觉得这样去位会多一点 如果你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就是要跟你打 你动不动我就要把军队开过去 如果他总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就是另外一盘棋了 对 是吧 就这个意思 我们接着看 很快两位年轻人他们就下成这样 然后下出了非常多的精彩 他走这个 白棋走这儿的时候黑棋继续强占大厂 这个范婷玉文绩清清他也不怕 对 那么周瑞阳当然就接着来 压一个 盖压 对 盖压按理说 现在盖压黑棋就应该脱先 你如果认为这个大呢 你就走这个 是不是 他如果敢走这些 你就再走这个 按理说应该这样 他不 你像他还要跳 实际上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黑棋这个下法是不是最好呢 已经不一定了 但是接着我们再看 就年轻人他们给我们出的问题 现在白棋在这儿围 他这个空我们看他围到了八路 他的意思是说 这儿都我的都姓白 但是黑棋我觉得肯定不会答应 黑棋肯定不会答应 你应该进去 结果你看这个少年老陈的范婷玉 这点跟当年李昌浩有点像 李昌浩也是这样当年 范婷玉现在非常棒 他不进去 他在旁边还在这个闲庭信部 我看你怎么围 你说他排不排杠 这条戏很有特点 我们接着看周瑞阳这个靠是好奇 问个应手 他还是大句为重 挡住 你要搬我就吃 没关系 然后你猜到我这边再逼住 周瑞阳这个就下一步围 先试个应手 然后再围 然后再围 这个围怎么围 周瑞阳在这也吓得比较有气势 按理说 如果全部能够白环花地成空 这个或者这个 是不是我觉得就够了 这如果都姓了白的话 那也太大了 他告诉你就姓白 这就是我的 你进来我就赞你 你进来我就吃你 结果他就走到这了 这个也是他们带给我们的话题 这个你三言两语 给他说不清楚 但是很显然 黑棋如果这样跟白棋去对围的话 那黑棋能围过白棋吗 这个就是他的吗 或者是这样走一个 这一片都是他的吗 他们这个围空的效率也太高了 我们看这个子跟这个子 隔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间中间 然后这个恨不得都围到十路 这个长翅飞翔的形象 如果说这样已经把一块空围上的话 我只能说白棋的效率太高了 对 所以我觉得黑棋应该是不会答应的 对 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 就是这个微服防开杯 它是一个快棋赛 可能这个招法也跟这个快棋赛 有一些联系吧 如果慢棋 这样唯恐需要点勇气 就不知道这里头发生什么事情 在这里头呢 就什么方向啊 逻辑啊 因果啊 都没用 活的还是死的 就是这个结论很重要 就这两种结果 是活还是死 对 但是由此呢 我们由棋盘上这些带来的问题呢 有的时候会产生联想啊 会出现一些发想 联想和发想 那么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棋盘上有的时候会出现 跟生活中一样出现 就是说你不要给我说过程 我只要结果 对 就你只要结果错了 之前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 有的时候会 但是确实在棋盘上呢 它有的时候让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对 很明显 我相信我们的广大棋友当中 跟我有 在这一点上有相同看法的人 肯定不少 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全世界就只有这一件事情的话 这件事情怎么做不重要 看结果就行 如果只有这一件 围棋也是这样 如果你说这盘棋就是这盘棋 谁赢了 谁输了就算 那么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 谁赢了 但是王老师 这个结果这个东西 是跟他们的水平紧紧地合在一起的 如果说一个业余武断的棋手 跟一个比如说职业武断的棋手 那你进去你多半是要死的 我觉得 或者说人家进来你多半是吃不掉的 是吧 但实际上 但他们两个人水平比较接近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 就是正因为往往我们要处理的事情 并不是今生今世就只有这一件 对 围棋不是下旧这一盘 所以它的过程啊 是不是合理啊 这些就变得有意义了 因为你在今天之后不是还有明天吗 是吧 这个呢耐人寻味 这也是围棋带给我们的 现在我们再往下看吧 好 周瑞阳这个呢 就多围了一路 下边 这个 范婷玉是应手 是吧 他学了白棋这种 他也靠这 如果说白棋挡这儿的话 他就搬嘛 他搬底下 对 那么这个 其他你的应手 活起好像看起来已经比较容易了 对 就是如果你要退 他留有这个活 他就到外边来飘了 对 这一带来飘了 是 你走他就跳回去 那么如果你走这个 他对不起 他这儿就直接摆菜二了 恨不得了 假如提掉 他还一巴掌给你弄过来 他还要翻上去 这个太不好吃了 太宽广了 看力量 看结果 就这个意思 总而言之 周瑞阳很有气势 下边一早起搬 那么范婷玉也是断 对 他再把它吃掉 他要求不让你做出眼来 挺有意思的 我们接着看 他提 他在打吃 他就接上 好 结果看这个少年老师 范婷玉 他的表演是这个 那周瑞阳要吃这个 是吧 对 因为你不吃他下来 如果你不吃这个 你这个不知道怎么印 待会他就走这个 然后再靠这个 你说怎么吃 也不一定活 确实也不一定活 看结果 对 挺有意思 相对来说 宽广的地方 还是容易作严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白旗 他的外面并不是 铜墙铁壁 特别特别厚那种情况 如果你这竖了一道 那我肯定坚信 黑旗是活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旗行 我觉得黑旗还是 很有希望活的 行 所以白旗斩草除根 他就补一个 那么下一步 这就是我们第一 在意调开始了 这番旗的 这番旗斩草 根本就不是你的空 开什么玩笑 但是也不一定 就是说黑旗如果 不这么下 大概也不行 对 你就让白旗这样 就围住了 关键是白旗如果围住 刚才我们解剖的 它这一个定型 它唯一的一个长处 它已经有很多不足了 你看这损了三招 已经三个不足了吧 上来坚通第一个 方向性不太好 这四个不足了吧 但它唯一的好处 就是铜墙铁壁 你现在让它的铜墙铁壁 发挥作用了 如果你不敢深入的话 它比利二拆三更好 所以呢 这个 哎呀 确实是一个 要面对的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在想白旗有没有勇气说 你这赶进来 这全是我的 这都是你 都是死的 是 如果这样就不知道怎么样 没有 这样走呢 它只有一个 我们不知道 这个确实不知道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 有人知道这里头 究竟是怎么变化 但是它只有一个遗憾 秋带云 假设是下这个的话 你就发现刚才 它这一招期不对 如果在这 如果在这就行了 那这个黑旗 就是至少 现在黑旗的处境 比这个好 对 那么白旗等于是 这一下法就证明 我刚才下的有招期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呢 使周瑞阳有点动摇 接下来如果真的这样 我们可以大体上 给大家画一个素描 比如说 怎么跳一个 它这有一个飞 这有一个打 是不是啊 所以是不是这一线 算一个形状 跳一个 这一线算一个形状 因为下一步一飞就要打 是啊 它有点 对 你要走这个呢 它是不是这个 有算一个形状 因为下一步一冲 一跳刺 这又是一个 很讨厌的东西 看起来黑旗的借用 还是不少 如果你要下这些呢 它是不是这一线 有算一个东西 然后破破烂烂的 画个素描 然后再摆个猴子脸 就你来吃吧 所以你吃得着你 你厉害 大家看不清 反正我看不清 我不知道 它反正冬一下 吸一下 冬一下吸一下 然后模模糊糊 编织一个蜘蛛网 蜘蛛网让你来吃 这个作演 确实我们觉得 你所谓就把黑旗吃掉 也很难 对 搞不清楚 搞不清 这个变化 素我直言 我觉得没人搞得清 但是它的大体上 它的意思 磨磨磨磨磨 可以知道一点 黑旗呢 里面有一些借用 但是如果说白旗 很下心来 一定要杀他 也未见得就杀不掉 对 这是第一战役 结果呢 第一战役放到这 最后周瑞阳是 常探医生 退缝了 就是让你跑 算了 然后他可以收得住 我们接着看 白旗照 黑旗跑 这个字还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是刚才摆的示意图 白旗呢 大照一个在这 记立而行 用大照的方式 黑旗现在呢 就只好 因为它空间有限 就只好往外边跑了 接 搬 虎出去 再反搬 这个接下来黑旗 必须帮白旗的忙 搬吃 但自己呢 是从一条 非常狭窄的道路 凤里面跑掉了 弯弯区区的小路 从这条小路当中跑掉 搬吃 能跑掉也不错呀 对 接上 白旗呢 运气也好 这地方刚好可以蒸掉 是 要不能蒸掉 这个下法白旗也不行 这个只要是在这 它就没法弄了 对 蒸不掉 被它跑掉了 麻烦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 就仅仅是一路之差 它可能对以后的 增值有影响 是 那么我们广大的 就以后 各位在下棋的时候 如果你有那个 心情和闲暇的时间 你要下这一招 确定了方向之后 要注意一下方位 对 左一路 右一路 高一路 低一路 你琢磨这个 就非常有趣味 不过这个下的时候 可能这边 预想不到会下成什么样 就有这个问题 要寻找理由嘛 是 所以你就像拿一个拐杖 要给我一个支点 让我来撬动地球 行 我们接着看 白棋周瑞阳 黑棋把这个吃掉 然后它靠这个 靠这道气很凶 它这个空围的也够撑的 也不小 对啊 他刚才以为退守到这里 就差不多就行了 结果他还要撑到这 他说这从这到这都是我的 那也没少多少 少了一些 但是这个确实对范婷玉是个考验 是 如果我们马大哈 模模糊糊的一看呢 小球比方说我们现在停止 模模糊糊一看 就是不仔细 这个统计数字全都是大 大致的 你会发现这个棋 白棋控很多 对 怎么回事呢 这个地方模模糊糊的数 这是10 对吧 12 基本上22 24 26 28 33 234 44 54 56 58 60 这个65目没问题 这还有两目呢 对啊 65目 左边一块 只有一块控 一方控 但65目 就要求黑棋必须要有75目左右 那这个75目也不好 因为上面这个白棋已经打到这了 73目 这个地方再来算黑棋呢 是10 20 24 26 8 30 35目以上 这35目以上 这个本身10目 45目 这个10目 55目 好了 这会儿白棋说黑棋 我现在盘面 我领先你10目 你找谁说理呢 当然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两块棋 它的利关系啊 中间这一代是黑棋掌控的 这个增长速度比白棋大得多 对 因为白棋下的话 基本上下不出太大的控了 对 最多就白点活棋在哪 但黑棋一连很大 是 无论如何 由于左边很大 你发现这个棋白棋很不错啊 对 是吧 并不是说他当初围的小了 这棋就不行了 或者说形势就落后了 没有这样 所以感谢他们年轻棋手 在咱们这个微服防开杯 这个比赛当中啊 这舞台上也给我们带来 非常多的联想 这是第一战役 我们接着再看几照 他断 黑棋现在断这个 然后白棋现在必须打 必须打 不然被打下来了 他又不能用音到那儿 不然被冲完了 这一班 是 不行 是 那么看黑棋这儿 他是怎么下 他飞这个 飞 哇 这个棋型也比较有特点 有特点 这是有功力的 是 你要不理 那他抠回来了 他搬回去了 你要走那边 他这跳回来了 他这个地方叫 藕断四连 四连飞连 你这个空就没有那么大 这招棋也是很好 所以第一战役还没有完 没错 这个地方白棋还不能随便退缩 如果说你想这样 把人家吃掉 由于你这儿冲的先手 人家冲完了 这一打吃 就小心把你断了 直接蒸掉了 现在一冲一翻打就蒸掉了 已经蒸掉了 那就不需要那些 这么复牙的问题 也有变化 他竖一个再一跳会怎么样 总之 这个白棋 这个叫 他这个肉和筋连 怎么也要割 把它割不断 藕断四连 总之这刀棋 非常好 对 叫胡圈球 乒乓球里头 他哗一拉 胡圈球 白棋长这个 长 然后黑棋一跳 在这 他就挤压了不少白棋的地 是 白棋这个地方有毛病 所以冲一下 是吧 冲一下 然后黑棋到这去盖 他强化自己 他贴一个 白棋斑 这个斑呢 可能是快棋当中的严实打僵 我们发现范廷玉这个党呢 也是快棋当中 他经过考虑就党了 其实呢按照行棋的逻辑 下到这他搬的时候 黑棋是可以不理的 脱鲜了 可以脱鲜下别的 任何棋 你认为重要的棋 是 但是为什么范廷玉终于还是决定要挡呢 我觉得跟这个 小伙子 他的这个棋很强 他的这个性格也很强 对 他就说我不信你这还能走出什么东西 一般我就挡住 我看你怎么办 这个 这个 个性很强 对 他对于木术是非常看重的 就是说范廷玉 他一向是就把所有的木 基本上能收到的都收到 不能收到的也要去抢过来 他是这样一种风格 反正他特别敏感于木实地 可以说是这样的棋手 那么现在挡住了 白棋接下来 顶在中间 这个中间需要加强一下 不然 太薄了 看起来 太薄了 黑棋呢 这一线呢 它叫四连非连嘛 但是呢 它就 我们要注意这个对于断点 你说你这样去补 这个太 这不像围棋 好像 没有尊严感 这个又 我就在考虑这些补 这些补啊 都差很多 除非你说这个棋 我这样盯一个 这棋肯定 已经赢了 拿下了 那你下这样的棋 我们也不能怪你 好 我们看 他是想在补棋之前 先给你制造一些麻烦 所以他靠 他先冲了 先冲 这个冲是5秒 颜色打击 这是恶手 是吧 这个其实撞气了 恶手 但是后来很幸运呢 这个不至于要命 但是是恶手 因为随时都是先手 是 他冲的时候 就不能被他提掉 从天亮到天黑 任何时候冲都是先手 但这个就是快棋 颜色打僵 所以他撞一气 现在呢 黑棋靠在这儿了 靠这个的时候呢 当时我看这部靠 还有点不解 我说他靠一个干嘛呢 究竟 那么白棋接下来 对于他这部 意图不太明确的棋 到底该怎么硬呢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来 正在为您讲解的呢 是第八届 微服防开杯 八强战的一盘对局 由周瑞阳对阵范婷玉 刚才呢 跟王老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黑棋在这儿靠了一个 这个呢 应该是一个棋刑的要点 对 它出发点嘛 就是自己想补棋 补棋之前呢 先侦查第一棋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有些棋我必须要自己补 因为你这个不补很简单 白棋刀就给你跨了 到端全收 跨端 全部吃掉了 是吧 所以他要补 但是又不能单关补 对 他不像话 对 他不像话了 所以他就要投石问路 基本上出发点是这个 投石问路 投石问路干什么呢 他就要找这个棋形当中 什么地方向形 像这个棋呢 就叫 就像一个形 对 这个也是 实际上下繁育药处 总绝当中说到的 叫双单形线必敲单 这也是一个 就是双和单 它的过去是用文字来描述 其形的 不是画参考图的 叫双单形线必敲单 就这样的其形出现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极锁 王老师对于 诗乡下的这个 繁育药处总绝 真是理解的太深刻了 没有没有 略之一二 这背的都倒背如流 那么还要给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个呢 这盘棋下到现在为止 第一战役打完了 第一战役呢 是周瑞阳叫做 桌放饭 不是桌放潮 桌放饭 他没有硬吃黑气这一块 第二战役呢 现在陆陆续续就开始了 另外这盘棋呢 因为他们两位都是世界冠军级的 年轻年少的高手 所以我们挑这盘棋呢 给大家来回味 实际上这盘棋是在2012年 2012年这个 卫富凡开飞这个比赛当中下的 11月份下 对 所以算是一个回顾 对 民局回顾 这个也要给大家交代一下 然后我们接着看吧 靠的时候我们看看 白旗怎么硬 他先搬 他搬啊 对 这个不能被人家摁进去 是 搬 结果呢 你这一搬 他下一步 断掉 断掉 这个好像看起来 这个靠完了 他立刻想动手了 还是 对 因为他下一步有这个嘛 对啊 他这儿还有味道 立的时候 白旗要 你不能挡这个 我挡这个 他哗啦啦 我只能挡这个 你只能挡这个 这被一段怎么办呢 嗯 一打吃 他长 你吃他再长 咔嚓一段 死了 就像洗精被吃了 所以他这个是先手 嗯 对 所以白旗得硬 白旗得硬 所以刚才为什么说 这道旗随手呢 就是 如果你想要断的话 你现在单段是一样的 嗯 白旗就不可能补在这儿了 他只能补在这儿 嗯 那么这个跟实战就有些区别 对 白旗现在补这个 补这个 但是呢 狭不掩狱 没关系 我们接着看 很精彩 黑旗下这一期 我们大家一看 开始会觉得眼花缭乱 实际上你从他的出发点去找 就是他想补自己 但是又 这个人都是要面子的 又不能这样去补 所以就想一个办法 问问对手 对 好 下一步 长 长出来 不 这个地方 白旗虽然补到这儿 下部有个冲吃 对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地方 白旗也暴露出一个断点 哈哈 有可能一会儿 至少你这儿靠起来 已经靠不断了 靠不断 暂时是靠不断了 行 双方彼此都有牵制 这个旗啊 好旗或者说高手的旗 它的妙味 就是在黑白双方的牵制当中 出来的 就所谓摩擦神殿 是 顶级高手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旗舰 就是古力和李适时 他们两位就最喜欢这个 天天在做这个物理试验 咬在一起 咬在一起 物理试验 摩擦神殿 就是贴贴干这个事 现在也是这样 白旗接这个 白旗你总得补一个 好 黑旗冲过来 这会儿就很怪异 就是黑白双方 有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什么空气三角形啊 板凳四啊 梅花六都不是云形了 无所谓 空气三角形啊 如果熟读编书的人说不行 这个旗不能下 这个又想起过去的一句话 这个旗要是丑的话 我输了我也不下 这些是很肤浅的 对 那就不行 要面对现实 所以他现在这个 哎呦 空气三角形 原来是好旗啊 不是鱼形 白旗得接上 要不然这旗巾被挖死了 对 那么黑旗呢 又贴这个 贴这个 那范庭玉呢 他现在就没有去单关连接了 被人家一跳 所以他从这先来挤压你 对 最后呢 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是范庭玉下得好 是 这几招骑呢 基本上对于高手来说都是像这个很自然的 高山流水一般 那么他的出发点这一招不自然 很好 就是侦察敌情 先靠一下 对 他的骑是从这开始的 突然发现这个靠原来这么有用 嗯 本来这个旗行靠在这儿也就是好像把人家的旗行 让你破坏你一下 让你变得不舒服 你肯连回去就算了 对 但是白旗反击了之后 发现他这个特别严厉的就把人家割断了 双单行线必敲单 哎呀 太好了 行 我们接着看啊 黑旗飞一个 飞 这一飞呢 我们突然发现他怎么要反攻倒算啊 白旗整个这块旗啊 只有一只假眼 而且周围黑旗的人多 对 这个你看范婷玉有多厉害 还没活 这个 那白旗要断了他 白旗这个单关必须断 因为不断啊 他这个旗转不了 光是自己落荒而逃不行 要活呢 大概这些也可以活 是吧 你要害怕一点 这个也可以活 但是先被 但是黑旗走得很强 然后也许他待会一连 然后你这一串子 也许 这儿再补一个你这串子也不对 这么重 以功为首 同时这儿有一个故事 很棒 黑旗小尖 黑旗小尖 哎呀 挤牙眼 团住 这是第二战役啊 第一战役是 黑旗的空降部队 散入敌后之后 白旗能不能吃他 愿不愿意吃他 周围亮没吃 第二战役呢 双方在这对攻 这块白旗 对黑旗反攻倒算 黑旗能不能吃他 但是现在黑旗跳到这个之后 发现白旗这块旗 只有一只眼了 这第二只眼在底下 似乎做不出来 对啊 不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恶手 这招旗 现在看起来 还有点用是吗 还有点用 但是也走得着 要走也走得着 总的来说 这几招太亏了 不然呢 他这个尖丸呢 有斑 有单顶 对啊 而且威胁黑脚的生死问题 是啊 行 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 白旗上边这块旗 被黑旗反攻倒算的时候 是死的还是活的 白旗先靠出来 这是他唯一的一条路 因为上边那个眼 做不出来 那他只能往外跑 对 这一跑 黑旗顺掉一跑 黑旗顺掉一跑 白旗又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拐杖别搁进去了 对啊 因为他这个毛病还缺一手 是 当然白旗现在有个后门 他这也有个吃 所以刚才王老师让他不要冲嘛 如果不冲的话 那就没有 这不已经跑不回去了 这块旗怎么办啊 对 这冲一下还差多了 还是亏了 对 不管这步旗 你是补在这儿 还是补在这儿 反正你是连不上了 对对对 这个差一口气 差得很远 但是这个是快旗当中的一个戏剧性 总的来说 如大家所看到的这样 我们肯定都同意嘛 两位小伙子下得非常好 对 而且是快旗 话题也很好 这个确实怎么说呢 是比过去的旗 第一 至少是更精彩 更有味道 这个可看性更强 对 第一是这样 还有第二第三 我们可以慢慢总结 现在先看他们的 还有很多新变化出现 至少刚开始这个新变化 对对对 虽然这个新变化 被王老师觉得这个白旗大损 是 一步大损 至少是新变化 让大家有一些借鉴的地方 好了 现在白旗本来这个是要接的 是不是 对 他应该要接上 把他跑出去 但是呢 他又怕 他接上了之后 是不是怕黑旗 黑旗现在有空吗 有没有空 有空 对好像 有有有有 可以补一个 走这补一个 这样 对 这走这补一个之后 这全是先手 这有段了 对对对 这个地方怎么办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能假设的 白旗必须很紧凑 先搬 是吧 对 你一尝 他赶快回去吃了 这吃也很爽 待会大家看看 在这 这已经吃通了 你接不上了 这虫吃吃通 他吃这个旗筋 你这四个跑不掉了 你要跑这个 他这一 冲吃 倒铺 把你吃了 倒铺 所以呢 黑旗提掉 先把这几个旗筋救回来 你别待会被人家 藏在这 把这几个也一起吃掉了 这个旗行 嗯 藏在这 对对 必须的 所以说这样 这样一提 白旗吃通了 白旗吃通的同时呢 马上要伸出这个 它如果有这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般的直观效果 一看 四分之一的旗盘 半壁和山 对 四分之一是至少了 是不是有半壁和山啊 然后这块再一活 这个黑旗空够不够啊 这个优劣很难断啊 这是第二战役的过程 但是 这块洗白旗活了吗 嗯 冲过来 黑旗一冲 你是我活的 这块旗怎么回事 是 接着我们看啊 这个招法狠啊 在快旗当中 他们这个年轻人这个旗啊 小秋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职业高手 他们这些年纪轻轻 这个旗就下得这么好啊 对啊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网络围棋的普及 是 可以在网上训练 网上训练 然后不停的在网上 大家有同好 对 你说光是我一个人绝顶高手 没人给我扣得上手也不行啊 对 现在因为在中国韩国有一波 是 我们有一波 我们更大的一波 他们有一小波 对 大家一上网在某一个房间呢 中韩的彼此都知道 非常乐意 天天都在练 说有些年轻人是几千盘的练啊 他就是在网上不停的练 像我们这个打进百灵杯四强的唐伟欣 他说就是有一段时间在网上狂练 然后就觉得自己长进很大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中华台北的黑佳佳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 然后长得也很漂亮 美女棋手 对 然后他的棋非常强 所以我们奇怪 他在中华台北那个地方 又没多少人陪他练 他怎么能下这么好呢 但是他说他每天就至少花两个小时 在网上练 所以其实才能下这么强 前一段致运会还赢了朴志恩 这很不容易 对 所以网络围棋 因为今天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好多棋友 肯定也是在网上下过的 网络围棋真是很好 对 他使这些叫做过去我们说三天不练手生 你要练 过去呢 确实还有就是说棋手到了六十岁左右 还可以下 就是大师级的这个高手 反天容难 但他对下是怎么下呢 是每方九个小时十个小时 这个游戏 他相对从容 太好了 对相对从容 虽然是耗 耗的是耐力 对 但是毕竟不要求他速算 对 因为如果你要速算的话 我估计四五六十岁的这些老同志们 你让他算得那么快很困难 他主要算他可能你给他一个小时 他也能算清 但是你给他两分钟 你要他算清 他就有点累了 就有点累了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厉害的一个原因 好 我们来看齐 那么这块齐活了没有 哇 这个点 我要杀你 这很明显 他觉得你这根本就没活 确实没活 这块齐 两边同心走中间 白鸡挡 黑鸡爬回 爬回去 白鸡在家 是吧 白鸡在家 很好 他先把这个提了 先提 这个是岩石打家 我们同志们一看 这个地方可是白滑滑的一大圈 待会再把这个一靠就更大 对 即使这能连上 你这也连不上了 所以基本上你的空至少是数到这一线 是 靠在这你冲一长冲挡住 空是到这的 所以黑鸡现在必须要瞄准 第二站也能不能把这块吃掉 绝对不能让你再活了 这个白鸡 黑鸡藏下去 白鸡当然这个叫挖断 黑鸡叫吃 但是实际上这块鸡 死 作为白鸡来说还死得起 但是主要就是看外边这个借用能够怎么样 这是最纠结的 这个鸡不要说快鸡了 这个慢鸡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每分九个小时 十个小时的鸡 你要把它下的线路很清楚的很难 对 挺困难的 看白鸡在这里 叫吃 要怎么把这个线索给它找出来 然后在外面尽量多的利用一些借用 把黑鸡别的地方的孔给它破掉 你这块鸡死了就当气了算了 对 它这个地方的变化 基本变化是什么 内容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鸡从断出身 那么你叫吃这是一个变化 下一步它要吃通 你要用任何方式把这个纸接回来 那么黑鸡这儿补密 对 本身如果你一下可以把它闷住 好 它要去收气 你再闷住 它再收气 你再闷住 好 利用气质 是不是 对 外边全部给它密封了 把这个弃掉 这个全部弃掉 都没关系 全局上游可危 就全部密封 就没加住 对 问题是没加住 它左冲右凸 正好可以吃掉你 把给大家看看 从这个 这就是说你宏观非常好的一个思想 甚至于这个大微观 你还有很漂亮的一双棋加 结果没有想到 人家刚才有的棋子 这个子管用 你万万想不到 哎呀 气死你 刚才我们觉得这双棋拉着胯着 没有用 现在周围环境一变 气候一变 它有用 真好 没有这个子还吃不掉它 是啊 刚刚好 这个位置太合适了 所以这个不行 对 哎呀 太遗憾了 他照不住 所以他照不住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基本变好 就如果断了 假如能把这个封住还行 但是封不住 因此这个就不能断 这个就不能断 不能断 那现在就只有想别的折 就从这一代来做文章 周瑞阳这个体力是很强的 世界冠军 我们看他撞 很好 他靠完了之后 他要求一击打 然后把你糊死了 这是他一个很明显的意图 那么下一招期我就发现 这个范廷玉 这个小伙子还是 确实资质不是一般的 真抬杠 这棋本来 就是凡一当真 一招进 接上吧 就断吃了就完了 接上吃了完了 你吃某一接上 当然了这两个刀把武 当然也够他瘦的 这两个刀把武 但他毕竟吃了 但吃了这期不一定赢 对 就如果你不能给白棋这一块 施加一定的压力的话 这样的定型方式不赢 吃了都不见得赢 所以他这个嗅觉好 同时他这个 这个 要强的这个劲啊 作为职业骑手 职业高手来说 这个天赋很好 好 我们看 范廷玉啊 他是人家也没有断他 他下一步就是草猫寺 自己鱼形沾一个 而且这也没沾 一打棋谱 发现这一合去很怪 而且人家是快棋下出来的 对 因为他这个沾呢 他要求 如果即使你这有接应 你也断不掉断掉 我总是从这打回去 是 但是可能棋形上 我看起来有点怪一些 对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幸运 就是被围奸的白棋 这一块棋呢 棋不长 对 它棋不长 要是棋长呢 外边白棋文章就多了 对 是 棋太紧 下一步斑 这个是一个行 黑棋在往是长 白棋接上 白棋在一接 那么黑棋这一段很怪 你自己不能去走 你看人家 还没有断你去补这个不对 你说你要扩大事 断这个又不行 帮人家的忙 这又断了 人家还没有断你 你自己去接也不行 里外不是人 你自己想去防 怎么防都不好 所以就不防了 所以就不防了 就跳那一辆 他要求把那个底下的空 边弓你这块棋 边把底下空回住 对 那么这样一来 他吃掉这块的空 加上这个边控 应该空不少了吧 空不少 但这个棋仍然很难 仍然很难 下一招棋呢 周瑞颜也是感觉很好 就是他的这个 韵味感觉啊 很好 我们现在如果要有一点点 数字化的概念呢 可以这样来算 但是这个也很不靠谱啊 就第一个你假设白棋这块要活 对 他如果不活就不要算了 虚目术就不用算了 他要活 让你这个地方能够吃掉它 是不是啊 同时呢 黑棋看哪一天啊 这个能够 现在可以这样连了 并回来 并回来 然后你算白棋吃掉 这两个交换呢 显然是黑棋便宜了 对 但是便宜了多少也很难讲 以此作为难本 我们来算算木 主要是数字化的 算成木 这个就既不能算成他打吃 也不能算成你的意下 所以大体上来 这个地方从这开始算 就是246810 121416 262830 32336 38442 4446485 52 545658 662 64666 6877 2767 878 882 83 8485 这个总是活棋吧 85木 接近90木了 这么大 到处都认你 好意外 好意外 我觉得这个年小代班 居然能数出85木了 而且它有机会 连骨头到处把你吃掉了 那就90木 强取 好 这是一个 黑棋呢 我们看它的空是 246810 12 1416 26 36 3844 24 这块有45 这块我们刚才算了 至少35 如果有40的话 这已经85了 你刚才是可能有90 刚才黑棋这两块就85了 到这90 到这100 然后这一代黑棋还有潜力 看起来黑棋形成错 还是黑棋好 不过呢 这个黑棋好呢 也是有变的 也是有变的 就是说 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大关子 一个大纠结 它会怎么样 不知道 还有这个地方的收速会怎么样 下一步棋 因为白棋下得非常漂亮 下完了之后 如果将来你这个地方 还要收器吃的话 你这至少 这要亏四木棋吧 对 123 这四木要收回去 是吧 所以还有变数 对 大家可能奇怪 这个棋不黑棋的头 还在外面吗 那还要跳出来吗 它怎么会有收器吃呢 但是 事实不是这样的 白棋现在飞在这儿 它发现 当大家都在以为 它可能会跳在那儿的时候 发现它是到这儿来的 但这刀棋呢 我觉得要跟我们的 既有隆重介绍 就它的思想出发点非常好 在快棋当中啊 这两位年轻人都很优秀啊 它是一个什么 思想出发点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局部问题 解决不了了 白棋没有很好的方式去解决 那怎么办呢 拉着 跨着 我就不走了 先搁着 借对方的力 也就是你走这个 它是要补的 我就接上了 补完了 但是这个棋和它的形状 不是最好 因为人家一扎 一靠就顶断了 对 那么你说我走这个 走这个呢 你就没有影响到这个断 你就是后手 所以它先手没有用 后手那当然更没有用 怎么办呢 不走了 先搁着 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最好 对 从这儿去理解 当然大家得看这个棋型的时候 有一点 你去上下得连着的 你不要被人家走一个 你被人断开的 那不行 是啊 然后再来看 周瑞阳这一招棋 是下得非常好 但是当然形势呢 是范田玉形势好 没错 黑棋比较好 那么接着我们看 黑棋拐挑 当然你不走 他就聚焦呗 继续追击你 周瑞阳两招棋一走 很漂亮 你一看这个棋的味道 就非常好 我们看他这人是怎么连的 他是靠这个 接力 然后黑棋当然要搬了 然后这个扭断是最典型的 接力的手段 是 这扭断 哎呀 接力接得太好了 结果最终 最终是白棋一手棋不花 他就连上了 那这个就是接力的好处 如果你坑哧坑哧 一个人扛着锄头在这种地 在这挖地 你想连上 连了半天还是当官 还是后手 现在他不连 他是连上的 我觉得这个 我们广大的棋友 如果愿意琢磨一下 这个味道特别好 他经常就可以 启放我们大家 碰上局部难题的时候 不走了 对方当头一阵 要攻我一块棋 我不要了 你再接着吃 这样就是高手 行 我们接着看 黑棋呢 胡打一个 在这 白棋顶回去了 他真好这样连上了 你断了 我帮你吃了 你提掉了 我接上去 你伸不进去 刚刚好连住 对 这连得很巧妙 对 黑棋当然只有提 而且提是先手 你这个千万不能大意 被人家把这个一尝了 不行了 亏多了 这个又有眼味了 所以黑棋 范天玉也看得很清楚 提 你如果要断 他吃你接不归 那么白棋这个呢 正好自己接上了 下一步让这个断点 黑棋也进不去 你说这个心理应该很得意吧 是 黑棋也接上 接上 对 下边一招棋 有很多变化 那么周瑞阳在这呢 下得就 因为也是快棋 有很多变化 因为不知道什么下法最好 你比方说拐一个也行 对 下一步从这盖过来 但是第一招松缓了 周瑞阳呢 实际上选择了一个 一不做二不休的下法 这是快棋当中的特点 同时呢 给这个年轻人出一个难题 比它更年轻的 它就下这个 对 这白棋唯一觉得很郁闷的地方 就是这块棋的气太紧 刚才忘了 只有四口气 它如果能再长出一口气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是啊 比如说它拐在这儿 假如说黑棋也得贴过来 这儿也得补一个的话 那就差多了 那差不少了 对 从结果来看吧 也许白棋还是应该下这个 拐这个 还是应该拐这个 但是 这样战线还比较长 对 周瑞阳呢 他也是对有些问题 在快棋当中也考虑不足 所以他们虽然是高手 我们也经常给大家介绍棋局的时候这样说 他们都是高手 非常了不起的高手 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看他 和形容他和表扬他 但是呢 他们也会犯错误 那肯定了 尤其是快棋 尤其是快棋 是 这个难免 对 行 它贴 它贴在这儿 现在 当然如果白棋贴完了 黑棋拖线的话 他下一步这一打就不用说了 是不是 那太打了 全连上了 而且是先手 黑棋马上得收起 马上收起 那这个后保也不一样 所以天塌下来 这个黑棋都必须冲 肯定得冲出来 同时呢 又是 非常非常幸运的是 这个棋子又有作用 很怪 那一般 我只能说 这个黑棋的棋形下得非常好 要不然怎么 它的棋子的位置都刚刚好呢 总是能发挥的最好的作用 这个棋子位置刚刚好 真是 这个 很难说 有的时候是运气 是 有的时候真的是运气 它不是事先 设计好 对 这也是围棋盘的 另外一个诡异的东西 对 我觉得 有的是我们多多少少 珊瑚 因为它是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体育项目之一 对 你珊瑚它一下也没什么 它有些诡异的 有些很生动的 无法解释的一些内容在里头 这样是不是会增加它的趣味 没错 你看这个就很诡异 它是什么呢 本来你白棋这一段 如果没有这个纸的话 吃不掉 这个吃不掉 这只能回去收气去了 回去收气 黑气就输了 而且这两步 人家都先手 这眼都出来了 下面都可以下去 有头了之后 将来这些地方 这个很讨厌的东西 你以为是你的空 它一点 你算是不知道怎么硬 一定的时候 它一掉 也不知道怎么硬 是吧 好 但是恰恰因为有这个纸 人家一吃通了 他一吃通 您全部薄了 所以白棋不行 所以这个棋下到这的时候 周瑞这一招棋 一定是在快棋当中 叫一不做二不休 这很愤怒的 先把你吃了 那边先搁置了 是 接下来的故事 也非常有趣 范田玉当然是先叫吃 接上 黑棋这个就一定要接 对 接住了 他现在 好 现在白棋这个 已经是很巨大了 白棋一虎 这个 您刚才靠在这判断 他有85幕 现在12345678910 1112131415 那100幕去了 对 待会我们要是有时间 可以数一数 看起来眼花缭乱 总之呢 现在出现一个典型的 一个话题 典型的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战役打完了之后 黑棋不是扬仓而去吗 然后进行第二战役 第二战役呢 黑棋终于范田玉 用尽全力啊 把刚才作为外事的一块白棋吃掉了 是 吃掉呢 然后开始第三战役 第三战役呢 就是这块白棋连根 开始长针 现在没活 跑到现在呢 突然发现周瑞阳一不做二不休 连根切断 把这个全部吃掉了 这一吃掉之后呢 黑棋接下来的选题啊 他要做的功课是什么呢 就是我攻击这块白棋 能够在这儿获得多少利益 一个人要走这个或者是走这个 对 能够获得多少利益 然后开始数控 是 应该是这个形式 这是普通的想法吧 对 比较正常 对 是吧 普通的应该这样想吧 可是你不知道 人家年轻人想的另外一回事情 就这番棋 这个地方是最精彩的 他在想另外的事情 这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 我马上就能看见了 他点在这儿 这个看起来有点杀意震动 他在问你这条大龙活了没有 你活了吗 这起他说 我们各位起友啊 就是水平我觉得 大概业余五段左右 四段五段左右 大家一看这个画面就会会心一笑 齐藏一尺无眼自活吗 结果他在轻轻地问我 活了没有 这问得我非常烦 我们接着往下看 范婷玉很了不起 点 挡下去 眼位 现在我们看到白鞋这块棋 除了上面打吃完了斑或者利盘 可以做出一只眼 第二只眼没有 对 连这里都没有眼 是 看得很清楚 所以利 他挡下去 对 下一步棋也很重要 只是这个 我们先停 广大棋友 看见这个棋心 您反映一下 如果您下黑棋 下一招下哪 我们知道要破眼位吗 一般是缩小眼位 对 用什么方式缩 比如说这样吧 对 就这一类的 然后你再看人家怎么下 这位十六七岁的小伙子 但是如果说下这个的话 王老师 他是不是斑毡是先手啊 这样的话 对白棋做出眼 他叫怎么呢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呢 就是不清楚 你扳 是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沾上 那么这儿他应该补一个 你一拖 好像可能有一个眼 那么这个眼究竟会怎么样 有些变化 对 可是呢 你说黑棋要下最凶的呢 你要敢搬我就走这个 你要接上我还不搬了 我跳 这个也没做出来 你说这个地方 他开始来寻找变化了 你说我不知道那么多 你走吧 这个他也够呛 但是呢 我觉得实战当中 范廷玉的这招棋 主要是对我们棋 容易有一个棋理上的启发作用 我觉得这招棋 主要是这个意义 你说下什么 其实也都可以 他就是这招 他二路立下去 就是从四线 退到三线 再二路下蹲 让你的棋没有借用 这样呢 我觉得我们大家以后 如果出现要杀大龙的时候 就一定要考虑这一点 就我这招棋怎么下 是另一回事 我要要求他做的是什么呢 尽量不给对方借力 没错 他主要是这个味道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就行了 这个立下去之后呢 在这一代的借用 彻底没有 所有你的招法都是后手 对 那白棋 唯一的想法 就只能在上面作眼 对 但是现在上面作眼 看起来非常的艰险 看似怎么回事 也很复杂 白棋大跳 跳 黑棋挡住 应该是挡住 白棋扳 对 他的意图呢 就等你挡住 然后呢 我一虎 看起来这个造型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 这还有点纠缠的余地 好像不太想进死的样子 至少没撑出个打结来 简单说 就是这有一只后手眼 然后这个地方能做一个先手打结眼之类的 就很有成就感了 已经很不错了 对 这机有点看不清 反正也不一定就肯定 行还是不行 哇 这些是怎么回事 这些是怎么回事 之类的意思吧 或者是就先打了再说 有点乱 回头这一般呢 这很容易做出眼来 对 那么我们看这个小贩是怎么走的 它是点 是吧 对 它下狠手了 在这 这个点和这个点一曲同工 就是在小尖 它的腰眼上 这个地方 小尖的腰眼上 往往是极锁 就是攻杀的时候 你看它腰眼上点 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往上冲一下 冲 把眼位得冲掉 对 你不能还价 只能打 但是它冲完了不要断 它这个叫虚晃一枪 因为它这个地方厚 断就能做出眼来 你一断 那一搬 它最早这个也就是一个眼 对 你搬也挺好的 搬也挺好的 你是一搂 跳进去了 所以它这个叫虚晃一枪 拐过 看白棋它要粘上吗 现在不粘 黑棋叫吃 打吃 白棋叫吃 打吃 然后每一招 也在延时打僵 可以想象 当时比赛的时候 这个氛围是很紧张的 是 肯定要下到这 对 然后白棋拖进去了 对 这个棋不能接 进脚 哎呦 这个骚扰 我有点头晕 要是吃对方棋的一方 它往往有点头晕 对 就是优势方吃棋 最头晕 对 劣势方吃棋 它叫破釜沉舟 没错 为此意图 它不痛苦 优势方 下决心吃棋最难 那这个时候 作为黑棋来说的 你就要选择了 是横下一条心 吃了呢 还是手一手 你觉得够了 这个时候做选择 是最困难的一种 对 选择也是很痛苦的 看了黑棋 它是怎么选的 它就 连根断 横下心啊 看起来是 这个需要有很好的计算力啊 所以这一期如果是老同志来下呢 如果是快期的话 即便是他一直行事都很好 也可能最后一招下挫 这本期就输掉了 对 就这个现象呢 也是说明了 现在为什么 在舞台上全都是这些年轻 年轻人 他们的影子 团组 这个是一个辅助说明 而且长 你说现在双方 针尖对卖忙 你什么这个方向大局 逻辑性 起礼这些有什么用啊 这都不重要 对吧 起礼有什么用 重要的是 到底是能吃掉 还是能活 算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走这个的时候 黑旗一般 走 白旗把这个打掉了 没打 他没打 他团住 黑旗就接上 下到这一手的时候 白旗没有再继续了 白旗投资认输了 这个气也够紧的 对气不够 因为他 你走什么 他只要尖一下 是先手 下一步团都活了 老老的 你团这个是可以 团这个紧 就是破了他的眼 但已紧了自己的气 这气太紧了 这破完那紧 他一走 基本上有眼杀无眼 没错 是 这块可以活 可以活 但这块要死 对 所以第三大战役 最终是以 白旗的这条大龙 终于被歼灭 而搞结束 混死了大龙 这盘旗下得很精彩 王老师 非常精彩 我们看到 从一开始 这个地方 白旗撑起一个大模样 然后黑旗掉进去之后 白旗虽然退守了一下 这块空依然很大 但是黑旗转过头来 把这块给杀了 最后第二个战役 这个结果 对 第三个战役结果 一看就 哇 天啊 很惨痛 白旗大龙又被杀了 对 第三个战役 因为刚刚结束 所以我们广大的旗 我建议 如果我们要重复一下的话 就是要感受 周瑞扬这个单飞 借力 和范廷御这个点 然后蹲 蹲到二路 这几条 其实都非常有力度 好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再见 好了 感谢两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凭论到 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奇形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刺牧 columns